欢迎收睇屈机TV 我是你的屈机主播周杰盈 阿根廷总统米莱上任未够4个月 他对中国的态度已经180度大转弯了 米莱在他最新的访问里面说到 有关对中国的关系 他说中国与阿根廷的贸易关系一点都没有改变 他不打算改变两国之间价值18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 也不会阻止阿根廷的企业和民众和中国做生意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留意到 当初米莱选阿根廷总统的时候 他对中国的态度并不是这样 当时他很明确地拒绝了阿根廷和中国的合作 对于一些西方国家和政客 对于涉华的问题所说的谎话 他的表态都是负祸为主 他那时不单止说中国人不自由 还将中国形容作刺客 提出一些类似你愿不愿意和刺客做交易 这样的反问 另外米莱上台之后 马上就说阿根廷要放弃加入金砖国家组织 似乎想和中国和俄罗斯去画清界线 现在米莱对中国的态度 是出乎意料的温和 因为现实教识了他做人 以前米莱由选总统开始 就走一条出人意料 与北京人死不休的路线 上任之后 立刻就执行他自己的改革方案 特别是经济方面的休克疗法 引来了很多关注 不过事实就是 阿根廷在米莱的领导之下 不单止没有走出棍境 还跌入了更深的泥潭 另外中国和阿根廷合作 兴建的内乌恒省太空监测站 近期就被人说是有军事目的 今天就来和大家说一说 阿根廷米莱发现离不开中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WordGayTV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前排阿根廷总统米莱 接受访问时 就说到阿根廷和中国太空监测站的这件事 说阿根廷方面要对这个监测站进行检查 评估下有没有违规行为 米莱虽然说没问题 但中国这个监测站在阿根廷都运作了很多年 一直都没有出过事 米莱一上台就说要检查一下 目的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呢? 看回报道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马克斯坦尼很大声地说 中国在阿根廷建立的空间监测站有军事用途 美国幻想很惊讶地说 中国军队在当地偷偷地进行秘密行动 背后操作基地的太空望远 美方的意思就是 自己对中方在监测站的所作所为并不知情 阿根廷亦都不知情 喂 那你们美国的指责都很难成立 既然你们不知情 又怎会知道基地里面有中国军人呢? 对于这件事 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很快就回应了 说这个监测站是没有任何的军事目标 不单止中国科研人员可以用 阿根廷方面都可以在那里进行科研工作 据了解 2017年3月 中国在阿根廷南部的巴塔干尼亚地区 兴建的太空监测站开始运作 这是中国在海外的第一个太空基地 探测站设有直径35米的卫星天线 主要是用来支援探阅 和其他深空探测的太空任务 我们看中亚的协议 阿根廷有10%的卫星天线使用权 用来进行自己的航天太空研究工作 阿根廷传媒说 米莱所说的检查工作 原来主要是要查核这10%的使用权 有没有落实 不过很明显 阿根廷的所谓检查工作 背后就一定受到美国的推波状难 最近美国军方和政府的高级官员 密集地访问阿根廷 对布尔诺斯、艾利斯方面施压 要求他们和中国保持距离 黏着西方世界 对于美国来说 要不做就做到最终 由于阿根廷的新政府 已经是完全倾斜去美国那边 而且多次对中国出言不信 所以美国一定会趁火打热 那么多年来 美国一直担心 中国会在南美洲找到一个蜡烛点 特别是在设立军事基地上 所以在阿根廷的太空监察站 就变了白宫的心病 虽然中方曾经公开邀请 包括美国在内的代表团 进去基地参观 光明正大地让大家看看 基地内没有任何军事用途 目的完全是民用航天 但都叫不醒这些扮猛的美国人 我们要知道 中国并不是在阿根廷 设立射天观察站的唯一国家 有民都在我们的长站附近 有一些类似的观察站 但美国为什么又不质疑 欧洲有军事用途呢 反而就戴着一副有色的眼镜 来质疑我们 美国的这些做法 完全是出于排外心态 只要可以压制中国 无所不容其極 至于真相是怎样 你这些习惯了哈哈八八的美国人 买外汇的成本也越来越高 还有,米莱的经济休克疗法 采取的措施包括废除央行 大力裁减政府人员 放弃亚根廷的披索 改用美元 令披索贬值贬到800披索对1美元 在米莱的重手政策之下 亚根廷民众仍然面临失业 物价通胀等等问题 来到今年2月 他们国家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与1月相比升了13.2% 与去年2月相比升了276.2% 现在他们国家的贫困人口的比例 已经去到57% 超过一半 现在亚根廷的市民 已经开始用行动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今年开始 亚根廷就已经爆发了 很多次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 很多人都站出来反对米莱政府的改革措施 所以在自资无力改变局势的情况下 米莱开始想起去寻求外界的援助 实际上在3月14日 亚根廷参议院投票否决了米莱签署的那一项 要放松经济管制的法令 美国的彭博社说 即是意味着米莱的第一剂幽黑疗法面临崩溃 值得一提的是 米莱一直都很明确地表示它是效忠美国的 包括在正式上任之前去骨折美国 而且在巴尔冲突的问题上 与美国立场高度一致 但这种讨好的做法 似乎没有帮它换来太多对亚根廷的好处 美国忙着帮乌克兰帮以色列 地主家余粮也有限 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沽上亚根廷 而为什么米莱政府当初会退出金钻? 似乎理由无非就两点 第一,这个国家面临经济问题的困境 为了带领国家走出这个困境 米莱政府宣布要加强与美国的关系 再加上给美国施压 所以就放弃了这一转 第二,米莱其实是一个名乎其识的亲美派 它觉得依附于所谓的美元霸决 就可以向美国示好,拿到好处 解决到亚根廷的危机 但是,码头不是那么容易拍的 不过自己人知道米莱成功上位的本质 是美国策划的一场颜色革命吗? 在米莱上任不久时 美国已经是瞄准了他们的理矿 而听说,米莱和美国代表团 开了一次闭门会议 主题是440亿美元债务和理矿 之后在米莱访问美国时 美国代表干萨雷斯就直接跟他说 美国愿意支持阿根廷 扩大锂电磁金属的生产 他的言下之意即是,如果想处理债务 就要用阿根廷的理矿来换 可以想象,如果任由美国一直吸血 如果阿根廷再不想什么时候走 被他们吸到干萨糖就只是时间的问题 更何况,现在的美国是 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你看看美国的联邦储备系统 面对通胀和经济衰退这两大困扰 即是,美国很有可能 又会透过加息来吸收全球资金 去掌握全球经济 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日子就更难捱了 包括像阿根廷那样的国家 毫无疑问将会变成美元念刀之下最惨的一班人 在这个背景之下 看来阿根廷最后就只能寄望中国了 所以,在受访时 米来对中方提出了两个不情之情 第一,是希望与中方延续两国之间 价值180亿美元额度的货币互换协议 第二,是寻求与中方做生意的一个机会 这里要留意的是 中亚货币互换协议不是字面上的意思那么简单 即是不是用人民币去换亚根廷的货币 而是一种国际信贷工具 即是阿根廷用人民币 常还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欠款 业意期满之后 阿根廷需要按时还回中国人民币 还要给予规定的利息 另外,米来寻求与中国做生意 也是因为中国市场对阿根廷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其实,现在中国是阿根廷的第二大出口国 也是阿根廷的主要进口来源国 中国与阿根廷之间的贸易 包括大豆等等的农产品 而中国也是理矿资源的头号玩家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和阿根廷可以做生意 对双方来说都是好事 也会帮到阿根廷去缓解现在的国内危机 周年彭博社都承认 如果没有了中国 阿根廷很难可以摆脱到贫穷和控制通胀 因为中国和他们的贸易和投资都涉及到很多领域 也包括大宗商品、能源、银行业等等 另外,阿根廷还指望中亚货币互换协议的资金 可以帮到他们国家提供财政的缓冲 不然他们就没有能力去还欠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钱 而这些都是美国和欧洲没办法取代的部分 而就是因为这样,米来才会选择去软化和中国的态度 不过,考虑到米来这个人弹出又弹入的性格 中国就真的要想清楚到底帮不帮阿根廷这个忙 看回,由米来参加阿根廷大选之后 他对中国的态度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 具体地说,当他还在追求总统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曾经同意西方国家的想法 声称如果当选就会冻结与中国和巴西的关系 不过,在他成功当选之后 虽然改口说,不会干涉自由贸易 但就正式表态阿根廷不会加入金钻组织 之后,中方特使去阿根廷访问的时候 他又换了个样子 说,亚方愿意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 深发中亚各国领域的合作 其实在拉美地区,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都突然醒悟到中国的重要性 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上台之前 又是常在批评中国 但之后又和中国的华为公司 签署了5G网络合作协议 洪多拉斯政府去年宣布 和中国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同时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而2015年上任的阿根廷总统马克里 上位当时都是质疑发展对华关系 但在他执政的4年期间 中亚两国实际上的互动非常密切 可能大家后来都发现 哎呀,真相! 之前彭博社曾经分析过 如果中亚关系破裂 受伤的可能会是阿根廷 在经济方面 阿根廷央行越来越依赖货币互换 来支持PAYSA 去年7月,当美元供应减少的时候 阿根廷政府就用人民币 上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部分债务 同时,如果将来中亚关系变得更差 中国可能会选择不买阿根廷肉类和其他产品 令阿根廷和中国的贸易逆差继续扩大 当然,我们也要看看米莱今次发现有多少诚意 因为他似乎明白了和中国合作的重要性 但他没有改变到偏向美国的立场 例如,在接受完这次访问之后 米莱高调地会见了 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劳拉·李查森 同意美国在阿根廷建立海军综合基地 去应对中国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就看到,米莱的对华态度不断变化 还看到他的立场一点都不坚定 甚至根本是随便 所以如果中国和阿根廷做生意的话 并不可以保证米莱会不会随时转体 令中亚的贸易合作受到影响 所以似乎中方早就看穿了米莱 所以一早就宣布各自中亚两国央行之间 大约65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安排 这个决定传递的态度非常清楚 就是我们愿意与阿根廷展开平等互利的合作 但并不会无条件地帮阿根廷撑要 也不会容许阿根廷一边吃碗面反碗底 如果米莱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着想 就应该分清楚熟兴熟充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